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之前 人们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神的力量 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 古希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自然界看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实体 是可以被认识的 所以古希腊哲学思想对人们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希腊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互相结合在一起 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自然哲学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理论体系的建立 而自然科学又丰富和发展了自然哲学 古希腊哲学家曾经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世界本源和物质运动的问题 他们各书己见 各说不一 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派别 作为自然哲学的发端 主要有三个大的派别 分别是米利都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德莫克里特学派 我们接下来对这三个哲学流派的主要思想略作介绍 我们先来看米利都学派的思想 小亚西亚的希腊殖民地埃奥尼亚 是希腊文明的最早发源地 在这里孕育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第一个学派 米利都学派 它的创始人是泰勒斯 米利都是他的家乡 他是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始祖 被西方科学史家称为科学之父 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兼有商人 政治家 工程师 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等多种身份 他参加过多种科学活动 把埃及的几何学知识和巴比伦的天文学理论引进希腊 曾经预报过日时 研究过星象 据说还编写过关于春分 秋分 夏至和冬至的书 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 泰勒斯的哲学观点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水生万物 万物浮归于水 他把水作为万物之本 水不断地改变形体 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物质 水沉淀为泥 泥干变成土 土稀薄化为气 气热而为火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泰勒斯的这一观点是很幼稚的 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理性的方式来寻求万物的本源 然后再用它去解释变化万千的自然现象 而不是付诸于神灵 体现了理性思维的特点 对于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在人类的自然认识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泰勒斯为什么把水 而不是把别的东西看作是万物的本源 后人推测 因为水是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东西 水的形态多变 而且据说泰勒斯曾到过埃及 尼罗河水养育了埃及民族 这些经历和经验会使泰勒斯对水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米地族学派的第二位自然哲学家是阿纳克西曼德 他是泰勒斯的学生 对许多自然现象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阿纳克西曼德也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演化而来的 但是他认为泰勒斯把水作为万物的本源不具有普遍性 他说万物的本源是无定型 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开端 而无定型没有开端 由它可以生成一切的具体食物 也是一切具体食物灭完后的归宿 虽然阿纳克西曼德也是用物质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 但是他的无定型不是一种具体的食物 而是一种抽象的东西 所以更具有普遍性 米地族学派的最后一位重要代表是阿纳克西米尼 是阿纳克西曼德的学生 他继承了米地族学派 用自然的原因来说明世界本源的传统 一直尝试以客观事实来解释这个世界 他主张世界万物的本源是气 不同形式的物质是通过气体聚合散的过程产生的 火是稀薄的气 浓的时候就形成风 云 再浓就形成水 土和石头 世界万物都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 他把世界万物的产生归结为 基质的不同数量的结合 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种哲学观点 这也是科学研究常用的思路 泰勒斯 阿纳克西曼德和阿纳克西米尼 这三位哲学家虽然他们在具体主张上有所不同 但具体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都是力图寻找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 从而探讨宇宙的生成问题 他们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后来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赫拉克里特 赫拉克里特虽然生活在米利都城北部的埃菲斯城 但他的学术思想与米利都学派相近 所以通常也被列入米利都学派 他的基本观点是 世界一切存在的物质既不是神创造的 也不是人创造的 他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活 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 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他强调的是世界万物的永恒变化 他的哲言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 赫拉克里特所指出的永恒的活活 与米利都学派所说的水 无定型 气 为万物本源具有同样的哲学含义 不过赫拉克里特的永恒的活活 已经涉及到一种运动过程 他用永恒的活活来表达万物的本源 说明万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中 产生消失 永恒运动的思想 构成了赫拉克里特自然哲学的特色 他用朴素的语言讲出了辩证法 引起了后世哲学家的重视 黑格尔的辩证法中 许多重要的思想 都可以从赫拉克里特的哲学中 找到其萌芽 接下来我们来看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是泰勒斯和阿纳克西曼德的学生 出生在位于小亚西亚沿海的希腊殖民城邦 萨摩斯岛 这里是当时地中海地区主要的和最富裕的城邦之一 与米利都隔海相望 毕达哥拉斯到过两河流域 印度和埃及等国 研究了各个地方的学术 接触到了各地不同的宗教和思想 他在埃及住了长达十年的时间 以后返回萨摩斯 后来移居到意大利的克罗顿 在这里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 并将其发展为兼科学、宗教与政治与一身的庞大组织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基本哲学思想是 他们把数作为万物的本源 提出了万物结束的观点 他们找到一种超越任何一种具体事物 而又为任何一种具体事物所共有 同时又是一种十分确定的东西 作为万物的本源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不仅是万物的本源 而且是万物存在的状态和描写 大概跟他们长期新兴研究数学是分不开的 他们把数的和谐与自然界的和谐联系在一起 认为世界万物的存在必须符合数的和谐 启发人们从定量的方向去揭示自然界的规律 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科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作为先于物质而存在的万物之源的观点 表现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 数本来是物的属性 却成了物的主宰 神秘的数主宰了世界的一切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数的规律 发现万物当中存在的数量关系 用抽象的形式来解释世界 可以说是认识能力上的一大飞跃 也反映了他们超强的抽象思维能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德莫克里特学派 德莫克里特学派也称原子论学派 原子论是古希腊哲学中极其重要的部分 其代表人物是刘基伯和德莫克里特 刘基伯是米利都人 埃瓦尼亚学派中的著名学者 他首先提出物质构成的原子学说 认为原子是最小的 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 原子之间存在着虚空 无数原子从古以来就存在于虚空之中 既不能创生又不能毁灭 它们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着构成万物 德莫克里特是刘基伯的学生 也是后来原子论的建立者 德莫克里特出生于 斯雷斯沿岸的阿布德拉城邦 阿布德拉是一个繁华的城市 经济发达 文化多元 他少年好学 走访世界各地 到埃及 巴比伦 印度等地游历 前后长达十几年 他曾在尼罗河上游逗留 研究过那里的灌溉系统 向那里的数学家学习了几何 在巴比伦 他学习了如何观察星辰 推算日时发生的时间等等 德莫克里特积极从事科学实践活动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了哲学 物理 数学 天文 地理 逻辑 心理 动植物 医学 历史 社会伦理 诗歌 音乐 绘画 语言 农业 万物的本源是原子和虚空 原子一直存在于宇宙之中 它们不能被从无中创生 也不能被消灭 原子在虚空中的结合与分离 就产生了整个自然界 原子是不可分的 原子内没有空隙 是绝对充实的 原子之间在质上都是相同的 既不能从其他原子中产生 也不能相互转化 原子有形状大小和排列上的差异 所以造成原子组成的不同事物 具有万千种不同的性质 原子的数量和虚空的范围都是无限的 原子的运动是永恒的 原子总是在虚空中影红地运动着 运动的原子相结合就是万物的产生 运动的原子相分离就是物体的消亡 原子及其运动永恒不止 世界万物生灭不息 原子论学说关于万物本源的认识 可以说是集先前自然哲学各学说之大成 它用一种抽象的物质实体 而不是具体的事物来解释世界 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虽然原子论学说还只是建立在直观 经验基础上的思辨猜想的结果 仍然是朴素辩证法的体现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它在思想和方法上 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近代科学和伪论哲学的建立和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